你好,我是雅蒂斯 这是释放愤怒的冥想 咒骂冥想 心理学研究发现 透过咒骂可以释放情绪 当我们内在愤怒的情绪出来 可以降低压力荷尔蒙 帮助身体健康 同时还可以提高脑内麻痹的分泌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公开咒骂 造成自身形象的损害 也不需要对别人咒骂 去伤害别人 这个冥想是透过独自一人的时刻 进行释放 对内在的状态做出调节 所以在这个空间 你可以允许自己 放手让这些词汇 从你的口中流出 你知道你并无意伤害别人 所以你独自进行这个冥想 这样做很好 好 当你准备好时 我们就开始吧 找一个独自的空间 可以完全释放你的怒气 不会被任何人干扰 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我现在没有去你的脸 躺着 坐着 坐着 甚至站着 都可以 如果可以 轻轻的闭上眼睛 专注于呼吸 让自己进入到内心 感觉到你的鼻子吸气 气流进入 呼吸时感受到气流从鼻子离开 感受这种感觉 保持呼吸 释放所有与此刻不相关的事情 释放是你此刻的目标 专注于现在 很好继续呼吸 这样帮助你 进入你的思想 与内在世界 联系起来 让所有外在的烦恼 都从你的脑海中消失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脑海 还徘徊着其他的想法 只需要承认 让那些都是该死的废话 让他们离开 这些废话 无法进入到你的皮肤 他们无法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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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吸一口气 感受那些该死的废话 都远离你 屏住呼吸 发现自己 自然而轻松的节奏 呼气 一切这是废话 不过你发现 你的脑海 总是不断的上映 那些狗屎般的剧情 很简单 将你的注意力 再一次转移到 你的呼吸上 每次呼吸 都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在说 他妈的 当有想法浮出水面 他妈的 每次你这样想一次 你的想法 就会开始变得更轻松 吸气 他们都是混蛋 呼气 他妈的 吸气 他们都是旺八蛋 呼气 他妈的 不管生活中 发生什么 你都可以 做出选择 让自己 更加的和平 放开那些糟糕的烂事 如狗屎般的剧情 放开他们 找到自己的和平 你的思想 完全的 表达了自己 只是说 他妈的 这样 就能让你 更放松 他妈的 然后 呼气 然后 呼吸 让自己 完全的 释放 释放那些烦恼 或是任何的恐惧 你可以 通过说 他妈的 获得一些力量 来面对 所有的问题 如果有人 惹恼了你 或是令你 受到伤害 这些 网八蛋 都是他妈的 呼气 如果你被告知 你的生活中 缺了什么 哪里 做不好 都是他妈的 都是他妈的 呼气 然后放松 让这些想法 都离开 事实是 你已经 努力的去 让自己 变得更好 因为 你来到这边 进行冥想 表示你 能够自我 照顾 并且 调整 自己 因此 你想要 让所有的 负面 情绪 都让 他们 消散 如果你 你感觉 你不完美 这一切 都是 胡说八道 因为 你正在取得 各方面的 成长 和各方面的 进步 你已经 在做 所以 那些 负面的 状态 只是 令你 停滞 令你 卡在 此处 令你 下沉 稀奇 那些 都是 废话 他妈的 吐气 所有 废话 都让 他们 离开 那些 剥夺 自己的 说法 都是 狗屎 花一点 时间 感受 自己 做了 这些后 你的 感觉 有 变化吗 你需要 的是 和平 和快乐 在 这刻 当你 释放出 负面 的 画面 负面 的声音 让自己 保持 宁静 让自己 恢复 状态 你 做得 很好 让那些 该死的 烂食 都 离开 你 完全 完全的 放松 不再 有任何 想法 平静 宁静 和平 你做得很好 好,我们要回到当下 再次吸气 让美丽的气流进入你的身体 呼气,你释放了负面状态 迎接了一个新的世界 吸气,你知道你已经努力 尽力做到最好 呼气,那些烂事烂说法 就让他们离开吧 吸气,你做得很好 呼气,释放后你感觉非常好 最后,他妈的 祝福你,我是雅迪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